哈喽同学们咱们时间到了咱们也就正式开始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课呢 大家也都知道了是吧 有的同学可能上午从数学那个课已经下了是吧 那么我们这个课是30次课要学完整个高中的物理知识 那么大家肯定头脑中就会有这样的问题 首先我们为什么要学这30次课 为什么要用30次课这么一个短短的时间把高中的物理全都学完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很简单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更高更快更强 我们一定要在进入高中之前迅速的占领高考的制高点 然后有些同学很快就会质疑说 那高中知识那么多 有那么多人每年参加高考 他们学了三年都考不上好大学 那我这一个暑假能不能学完 有没有可能 那么这个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而且以我的欠身经历而言 很多外省的学竞赛的同学啊 甚至是拼高考的一些同学都是在上高中之前的这个暑假就完成了数学物理和化学这几科的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的理科它和文科有一个本质的不同 文科需要大量的去积累 能理解这意思吧 语文和英语 你不是说今天夸把单词全都背了 这个问题就能解决的 而物理和数学不一样 对不对 这个更强调的是对于知识的理解和对于问题的分析能力 而这些分析能力我们是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一个训练效果的 然后同学们就会说那我30次课之后学完的效果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效果非常明确 就是你可以拿高考卷来做一下试试是吧 你大概起码能得到个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这么一个分数 这样就可以达到让你自己满意的一个程度了 对吧 那至于某些可能是稍微有点天赋 或者说是比较刻苦的这部分同学经过这34课的学习 甚至是可以在物理数学这两门课上 可以达到高考卷的90%以上的分数 那么我自己切身经验也是这样的 我当年在上这个 就是我们当年也是在中考之后 然后就马上学高两门课 当时只不过我这个课程可能比大家现在这个课程还要更恐怖一些 我那个是什么 是两个月 然后相当于是64课 每天上午学习下午考试 所以除了上课之外 是不是额外的还有一个考试的一个大量的训练量在这 所以最后那两个月下来学的效果是 我考当年的高考的物理 我是那个时候还是150分满分的 我可以得到140多 那么这个成绩我还是觉得相当值得满意的 对不对 那么咱们大家的这个学习目标也应该是定位在这样一个状态 那我们学习这个东西 目的究竟是什么 当然会为你学竞赛学自主招生 学这些方面的知识会打下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但是对于你学高考也同样会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只不过问题出在哪呢 如果你是以高考为目标的话 那么这个课其实对你来讲价值并没有那么的大 原因是在于因为很多知识你可能这次两个月学完了 你得再过一年以上才能再次和这个知识相遇 是吧 那你是不是已经彻底的把它忘掉了 是吧 那么咱们都是有一个记忆规律的 所以推荐大家我们要想学好这门课 要怎么办呢 记好笔记 这是第一条 一定要好好的把笔记记好 笔记要记什么 不是光是老师的版书 也包括老师所说的需要注意的一些小东西 尤其要记的是什么 是老师说的一个东西的理解 和你当时头脑里想的东西不一样 你要把这些不一样的东西记下来 然后课后呢 思考一下为什么是不一样的 是老师错了 还是你错了 还是说这一个东西有多种理解方式 那么你把这些不一样多去思索 多去总结 那你的这个成绩一定会提高的特别快 然后第二条就是要看笔记 那么很多同学都心里清楚 你们初中肯定记过大量的笔记 但是你究竟看过多少 那么这个心里应该是有数的是吧 那么记笔记和看笔记相比 还是看笔记更为重要一些 对不对 而且看笔记 一定要看自己记的这些笔记 别人记的笔记 别人怎么想的 你永远是不知道的 一定要自己亲自去记住这些问题 好吧 那么课前主要是跟大家说这么一点点东西 那么希望大家能做好一个心态的准备 那么毕竟三十四课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需要大家这个要有足够的这个精神 要有足够的这个毅力 要完成这场战斗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物理课程 那么在进入物理课堂之前 还要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问大家这样一个问题 什么是物理 什么是物理 那么我们初中大家都学了两年物理了 对不对 学了两年物理 那究竟什么是物理呢 什么是物理 物理其实是万物之理 我们世间能看到的一切 大家能接触到的一切 几乎都可以用物理来解释 那这是第一条物理是万物之理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就是物理更是从物到里 这个也是我们物理学家干的事情 能理解吗 物理学家最喜欢干的事情 就是通过自然现象 总结这万事万物 所满足的背后的规律 抽象出来之后 然后把它们总结成原理 然后再用这些原理去解决问题 而我们的高考停留在什么层面呢 高考90%以上的内容 都停留在利用原理去解决问题这一块 而另外的10%是不是就停留在前面啊 而且现在的高考有一个趋势 那就是逐渐的把重心往前移 因为高考发现什么 我们现在训练出的这些孩子 就狂会做题 然后上了大学之后 大学老师都不想要 说你光会做题 不会干事 都不会思考 是不是 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重心在往前移什么呢 大家要多去思考 我是由万 如何由万事万物能总结出这些原理 这一原理背后究竟有哪些共性的东西 而这些东西是将来 无论你做科研 搞工程 还是说你研究数学 搞应用 各个方面的话 都会离不开这些的思想的训练 所以这才是我们学习物理的本质目的 那么从物道理究竟经历的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 首先我们是不是要进行大量的抽象 因为现实世界是如此的复杂 我是不可能直接去描述的 对不对 那你说你们在描述我这个人的时候 如果你要回去跟你的父母说 今天有一个物理老师长得特别帅 是吧 然后你接下来说怎么长得帅 你说就得开始描述了 你在描述长得帅这个物理量的时候 你需要设定什么样的参数呢 什么样的参数 说的身高特别高 有高达一米七 是不是这样呢 你是不是就得通过一个量化 去描述你所要描述的物理量 所以这个地方抽象的话 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叫做物理量 什么叫做物理量啊 就是一些可明确量化的东西 这是我们初中物理和高中物理的一个本质的区别之一 就是到了高中 很多的东西都要量化的去分析 都要用准确的数量 然后去研究他这个理念 所背后蕴含的道理是什么 但是呢 还还继续回来说这个啊 孙鹏老师特别的帅 是吧 那他这个特别的帅 然后他是身高高达一米七 然后别的呢 那你描述孙鹏老师还有什么东西呢 然后你接下来是不是要描述他的某些特征 能理解吗 比如说孙鹏老师讲课非常的活泼 像小白兔一样 你可以这么讲 那你这样讲的话 是不是拿一个东西和另外一个东西 去做这么一个比较 对不对 那你说的这个小白兔 可能他具有的这个属性 可能是比我这个人具有的属性要少一些 但是在我描述的这个层面上 他俩是不是可以等价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物理学家头脑心头脑里心里 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小白兔 那这些小白兔就是物理学家所说的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都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就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啊 物理学家看福明侠和郭金晶跳水 是什么样子呢 他不是看到了一个大美女 然后穿着泳装 然后从很高的地方翻了几周掉下来 他看到的不是这个 物理学家看到的就是一堆杆棍球 有质量 一定的出速度平抛 是吗 然后架下来 能理解吗 哎 这就是物理学家所看到的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他抽象成了杆棍球之后 他的运动是不是就很容易算了 哎 算了之后我就能得出非常有用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跳水下面那个水池子水至少要有多深 哎 这都是物理学家算出来的至少要有五米 哎 如果只有两米的话 那就不一定是什么样子了 对不对 哎 所以我们在从物道理的过程中 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学习的任何一块知识 你都要注意物理学家抽象出了哪些模型 每一个模型通过哪些物理量去定量的描述 这是我们在思考任何一个物理问题的时候都必须着重思考的东西 然后接下来那我们是不是现在已经总结到原理了 是吧 总结到原理之后 我们说可以直接的去应用 但是呢 大家注意啊 物理就是在这个地方和数学彻底的划清了界限 哎 为什么呢 数学只要得到原理 只要我证明出了一个定理 我的工作是不是就完成了 对吧 这是数学和物理的一个本质区别 因为物理学家必须要做到这样一点 就叫做从理到物 那么从理到物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就是说我所总结出的原理 必须通过把它放回到自然界中去 放回到万事万物当中去 我通过实验来证明它是真的是对的 你不能说自己算出来一个东西是对的 而你说这肯定是对的 这不靠谱 你必须通过做实验来证实 然后这个地方是彻底的把物理和数学划分开的 所以物理叫科学 数学一点都不科学 能理解吗 数学根本不是科学 然后那么实验在这个地方 物理要体现物理的科学性 这个实验层面上就有很多可以说的东西 对不对 那么这些科学性的东西 有什么东西咱们要说呢 比如说首先第一个 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 这是我们实验的第一个条标准 实验必须可重复 这个重复有很多层含义 比如说我自己做的实验 我说自己应该能反复重复出来 对不对 然后我做的这个实验得这个结果 你做这个实验 说也应该得这个结果 那才说明我这个实验是对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可重复性非常重要 那么历史上就有一些著名的实验 然后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大家听说过弗兰克林吧 就是美国的那个很疯狂的那个人 是吧 他放了一封刃上去 然后拴一钥匙 然后啪呀 一个雷劈下来 然后他证明了这个雷电 和我们平时所说的那个电 是同样一种东西 对不对 只不过雷电的能量更大 但是他这个实验是一个好实验吗 是不是不是啊 可重复吗 你听说过谁重复这个实验 是没有啊 哎 那么可以告诉大家 在历史上 德国有一哥们真的重复了这个实验 然后重复的结果也显而易见 是吧 哎 他当时就被雷劈死了 然后所以说 这并不是一个好实验 是吧 并不是一个好实验 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上讲 他又是一个好实验 要不然他也不会名垂青史 因为实验还要具有可启发性 就是我们做的实验 其实都是以拓展人类的知识 为人类做做做事情要有贡献的 这么一个角度 去考虑实验的 对吧 那你做的这个实验 就一定要对人类将来的这个行为 要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对吧 就比如说 哎 弗兰克林刚才这个实验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 说明雷电能量很大 很危险 对不对 哎 那么这个很危险的话 还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 我是不是可以通过金属 来引导雷电的走向 那么以这个为基础 我们是不是就发明了地雷针 是不是就解决了很多实际的问题 对吧 所以实验又具有一定的启发性 然后啊 作为科学内部 很多学科都生成自己有实验 但是真正的科学 纯粹的科学 也就像物理这样 他要具有真正的这个科学性的实验 还要体现什么地方 要体现在他的逻辑性 那么这个逻辑性就会体现在很多个方面了啊 在这个地方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什么呢 哎 大家都知道 生物是一个非常不着人待见的学科 是吧 哎 那么生物这个学科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生物学家基本都不太讲逻辑 哎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这里有一只蚂蚱 放在这个地方 生物学家一般是怎么做实验的 这样 我拍手 蚂蚱啪跳了一下 我再拍手 蚂蚱啪又跳了一下 我再拍手 蚂蚱啪又跳了一下 说明什么问题 说可重复 我拍手可以导致蚂蚱跳 这是不是一个可重复的好实验 对吧 哎 这没错啊 这这这这就是没问题的 可重复的好实验 但是这个时候 生物学家的思维 开始发生了作用 生物学家怎么办呢 生物学家就把这个蚂蚱的腿 给拔了下来 拔了下来之后 再把蚂蚱放在这里 我一拍手 蚂蚱不跳 我再拍手 我再拍手蚂蚱还不跳 我再拍手 蚂蚱还不跳 重复的证明了什么 蚂蚱是不是从此不能跳 然后生物学家就会得出结论 说蚂蚱的耳朵长在腿上 哎那么大家现在都笑了 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肯定逻辑上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需要大家思考的是 刚才这个实验的逻辑哪里出了问题 生物学家是不是总是这样做实验的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你肯定看过很多的科普文章 是不是 哎科普文章里说生物一般是研究什么 比如说有一段染色体 这段染色体 人们把这个地方的染色体 这个地方弄坏了 弄坏了之后 然后这个人就得了一个病 是不是说这段染色体决定了这个病 是不是这样的 生物的文章是不是都是这么写的 那和我刚才说的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就我把腿拔掉了 然后我一拍手 他不跳了 是不是说明他的耳朵长在腿上 哎那这个地方的逻辑错误在哪里 哎大家仔细想想这个逻辑错误在哪里 这个是我们将来在做实验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的逻辑错误 逻辑错误在哪里 哎我们一定要做到分离变量 什么叫做分离变量呢 我们研究的物理过程 可能是跟ABC 三个自变量可能是有关的 那你如果要想研究F和其中B的关系 你是不是得先保证A和C不变 这样的话你才能得到F和B的关系 能理解吗 那我们刚才这个过程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刚才的过程充分的说明什么 我们这个拍手 他是不是得先听到 听到了之后 他的脑袋是不是还得想一下 想到了之后 然后他说还操作他的腿动一下 是不是要有ABC三个过程 听觉神经的思考 还有还有运动系统 对不对 这三个系统是不是都要起作用 哎那你刚才做的这个破坏性的 把它的腿拔掉 是不是相当于对多个变量产生的影响 那是不是没有办法判断 听觉和这个过程的关系 能理解吗 你是不是没有分离ABC三个变量啊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第一个一定要注意的东西 要做到分离变量 我们研究一个东西的关系的时候 另外其他的一定要确保毫无影响 这是我们的分离变量 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我们的逻辑性还要体现在我们的精确性 就是物理学家是非常的追求精确的 在这个地方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就比较的变态 是吧 就像你们当时一样是吧 我当时在出生高这个阶段的时候 是不是物理化学什么都要学 对不对 然后我这个人就有个特点 我翻开那个时候的老的教材都是大后本的 翻开之后呢 我发现上面有小字 然后看到小字 我这个人就特别不爽 我就一定要把它背下来 然后那个小字 我就记得很多小字 然后上面写的还特别有意思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有一个物理量叫做阿弗加德罗常数 没听说过是吗 有同学听说过 有同学没听说过 说这是化学量 什么呀 这都是物理量啊 化学只是物理一分支学科 然后我们继续来说啊 哎那么这个阿弗加德罗有些同学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印象 那我可以告诉大家 阿弗加德罗是历史上长得最丑的一个科学家 啊 他跟邓阳有一拼 是吧 哎那我继续来说 那这个阿弗加德罗常数描述的是什么呢 他相当于描述自然界的一堆和一堆的概念 什么叫做一堆和一堆呢 自然界中有些物理量是特别特别大的 比如说你查数 你说我这个地方有一克的碳原子 这一克碳原子里面有多少个碳原子 是不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数 哎那么我巨大的一个数 每次我都拿巨大的数去描述 是不是不好 所以我就说这是一堆碳原子 是不是这样 然后这个堆的概念 其实就是相当于是阿弗加德罗常数 然后阿弗加德罗常数呢 化学书上是这么写的 他等于6.022.045乘以10的23字枉 然后有一个单位 然后接下来再说 物理书上那个小字部分写的是 6.022.1367乘以10的23字枉 是吧 哎有点诡异了 他俩明明描述的是同一个物理量 为什么量不一样呢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特别的诧异 然后大家先告诉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呢 这个数字的位数多 说明什么 说明更加精确一些 数字的位数少 说明那个实验其实做的不是太准 然后后来我上了大学之后 我就研究了一下 为什么这两个数字是不一样的 然后说明什么 第一个数字是什么 是50到60年代的时候 人们公认的一个值 这是当时人们公认的值 然后后来到七八十年代 人们就就记住了这个值 因为那个时候做了一些非常革命性的实验 于是阿富加多德的常数的这个位数就能更加推进 并且修正了前面的错误 对不对 哎 然后呢 后来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 是吧 到了21世纪 人们用的新的数字是什么呢 6.02214179 扩号30 乘以10的23字枉 说明那个实验对于最后两位仍然不太确定 但是他已经确定了前面几位一定是这样的值 是不是已经更加更加的精确了 能理解啊 哎 这就是一个这个数字的演进 其实充分的体现了一个科学追求真理的过程 我们会不断的做得更精确 而且科学家从不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 以前错了就是错了 这是无所谓的事情 我们都是为了追求更后面的一个真理 对不对 然后这是精确性的一个体现 这个精确性呢 还会体现在其他的方面 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又要拿出生物学家来说事 比如说一个数学家 一个生物学家和一个物理学家一起坐火车 然后坐火车去度假 度假的时候 他们经过了内蒙古大草原 是吧 看到茫茫的草原上风景特别的好 然后突然发现远处有一只黑色的羊 于是这些不同的科学家们就开始说不一样的话 生物学家说 哎 你看这有一只黑羊 然后那黑羊说明了什么 说明内蒙古的这一片草原上 应该是黑羊的这个种群的栖息地 生物学家只要看到了一只黑羊 他们就会说出这样的话 对不对 哎 这是生物学家的逻辑 大家都觉得这个 有点不太靠谱 大家觉得有点不太靠谱 你知道物理学家怎么描述这个事情吗 物理学家说 首先在时间轴上 我们的这个时间点 我们看到了空间坐标上 那个坐标处 有一只黑色的羊 能让人解决吗 物理学家更加关心时间和空间的这个准确性 这是物理学家比较关心的事情啊 看到了一只羊 然后数学家会怎么样 哎 数学家就说 你说的这也不对 我们只是在这个时刻 我们在空间的那个点 那个地方 有且仅有一只羊 而且它至少有一面是黑的 对不对 哎 这就是数学家描述的东西 他们要追求一个什么的 叫做语言的极度的准确性 然后数学家甚至还做了证明 说语言永远是不准确的 他们甚至能证明这一点 就是所以说数学家是一群非常无聊的 追求一些 字眼上的这些东西的人 但是物理学家会更加的追求 时间和空间的这一个准确的描述 对不对 所以大家现在就理解了 我们物理为什么会独立在科学 独立在科学领域里面 对不对 它是明显比其他的科学 比如说生物啊 化学啊 要有优势 然后和数学这种非科学相比 是吧 我们优势也是巨大的 对吧 但是 虽然埋伤了一通其他的学科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数学在我们物理中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他重要的在什么地方呢 在你总结这些原理 论述原理的时候 我们必须用数学语言 因为就像数学家们证明的那样 我们平时所用的自然语言 是非严密的 是绝对不严密的 我们如果想要准确的描述事情 必须用数学语言来描述 这样才能更加准确 并且通过数学语言的这个描述 我们可以把很多的问题 抽象成数学语言 然后直接的利用于我们的原理来解决问题 是吧 而且有些数学的进步 还会极大的促进我们物理的进步 在历史上也是这样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初中就学过的 物理的一个巨大的进步是谁啊 就是阿基米德 那么阿基米德 大家都知道 他给我们贡献了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啊 说我贡献了一个福利定律 哎 那么他在洗澡的时候 那个毛腿往浴缸一伸 是吧 水溢了出来 于是他就说水溢出来的这个重量 是不是应该跟我受到的福利有关 这就是阿基米德的发现 那么为什么他能够 优于中国啊 我们国家老祖宗是不是都很聪明啊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福利定律呢 为什么是阿基米德发现的呢 因为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 那个时候阿基米德那个年代 中国人在干嘛 中国人是不是都在老庄恐懵啊 哎 我们都在什么天啊 人啊 你啊 我啊 什么思啊 想啊 什么的 对不对 哎 但是那个时候希腊人都研究的是什么 研究的都是什么 三角形啊 圆 然后研究的是什么 哎 齿规作图 他们喜欢研究这些抽象的数学的东西 所以阿基米德那个年代会取得相应的物理上的有很大的成就 哎 那么除了阿基米德之外 我们后来是不是大家都听说一个特别伟大的物理学家叫做牛顿 牛顿为什么会独立在他那个时候那么多的物理学家之中 他是算第一号的呢 哎 就是因为他的数学是所有物理学家中最好的 哎 因为他是不是大家都听说过他说发明了微积分 对不对 哎 但是事实证明呢 我们现在普遍认为牛顿和莱布尼茨可以勉强认为是独立分别的同时发现了微积分 但是我们现在沿用的微积分的所有的内容都是莱布尼茨的 牛顿的那套东西我们几乎全都抛弃了 哎 但是不得不承认他的数学特别的好 而且他的数学好到什么程度 感兴趣同学可以回去搜一下牛顿的那本书 是不是叫自然哲学数学原理 你们可以翻开来看一下 我也就是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看的这本书 为什么看这本书呢 你们现在的数学知识完全可以看懂 因为那里面的语言全都是平面几何 他用平面几何证明了绝大多数的问题 那个时候物理学家之间的科学语言是什么 就是数学的平面几何的形式 这是那个年代公认的 大家都公认的有道理的一个语言模式 是吧 然后后来大家都知道牛顿是不是被这个人给顶替了下去 就是爱因斯坦 是不是 那么大家都知道爱因斯坦是一个猥琐的什么小职员 是吧 他在专利局里面天天就堆在那是吧 然后就想问题 想问题他想了很多问题 他的相对论呢 其实你就可以这么想 就是美女在跑步 为什么呢 在他这样一个直男的 不 在他这样一个 在他这样一个这个很猥琐的小职员 这样的一个心目中 是吧 在这样宅男的心目中 他看到美女在跑步的时候 他是不是感觉世界特别的美好 是不是感觉时间都变慢了 所以美女在跑步的时候 时间会变慢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美女为什么会跑步呢 美女是不是要减肥 所以任何运动的物体 沿运动方向长度缩短 沿运动方向是不是就横向宽的 像变窄了 因为他减肥 沿运动方向长度变短 然后第三条是什么呢 大家在想啊 跑步你就真的能减肥吗 跑步说白了是不是还是锻炼 那么锻炼的效果是什么 你的肥肉变少了 你的肌肉变多了 但是大家都知道 肌肉的密度是不是肥肉的好的倍啊 肌肉是不是比肥肉密度大 哎 那于是你虽然肥肉变少了 肌肉变多了 你的质量是变大的 所以运动的物体质量比不运动的时候要大 这三个结论是不是都是爱因斯坦得出来的 是吧 所以他头脑中想象的这个相对论的世界是非常的美好的 是吧 哎 但是他跟别人说的时候别人听不懂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的这些东西都过于的抽象 是吧 哎 过于的唯美 是吧 于是呢 他在1905年的时候发表了狭义相对论 但是却没有引起足够的轰动 他真正说服科学界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是在1915年他发表广义相对论的时候 他为什么等了十年才去发表广义相对论呢 因为他数学不行 他花了十年的时间去刻苦的学习数学 他学了数学之后终于能把这个事情说明白了 而且大家可以查 他从190几年一直到1920几年 他是不是参加了大量的科学学会议 每一次开会的时候 后面都会有一个孤独的身影站在他的旁边 那这个人就叫做 Walter Mayer 那么这个人是爱因斯坦的御用数学家 这就好比是现在的明星 后面是不是要跟着一大堆跟班 什么啊 吹头发的是吧 穿衣服的是吧 然后他后面要跟一个数学家 如果他说不清楚一个问题 就由这数学家来 来你跟他说 然后就这样 所以大家就明白了 数学相对于物理是怎样一个地位 是吧 对于我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没有数学 我们没有办法把物理这个事情说清楚 所以啊 我们接下来在三十次课这个过程中 也需要大家对于这个数学基础 要有一个充分的把握 所以今天希望大家回去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你回去预习一下 你们那个数学的有关于三角函数 有关于向量这一部分的数学知识 如果你学了三十四课学完高中数学那个课的话 应该是第八九十到十一讲 这么几讲 大家先提前预习一下 哎 如果要是你没有学那个课的话 大家应该去找一下数学书 是必修几 必修四还是必修几的 对对对 必修四里面的知识 大家还是应该提前预习一下 因为这些数学知识对于我们高中物理而言 是至关重要的是吧 我们是离不开它的 那这样的话 大家是不是就明白了 物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呀 就是我们是要从万事万物总结出原理 并且这些原理必须要通过实验去证实 哎 我们做实验的过程中会不断的修正我们以前的理论 我们会不断的在充实我们的这个理论 对不对 然后有这些理论之后 我们运用好数学工具就能充分的表达 就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这就是物理的科学的思维方式 这也是我们这三十四课 也是接下来的三年 甚至是你将来一辈子 都要不断的训练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思维方式 你可以把我教你的所有公式定理全忘光 但是这种思维方式一定要记住 是吧 然后最后再送大家一句话 是吧 我们的老祖宗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的是吧 元代的有一个叫刘志的人 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的特别好 是吧 哎 大家可以记下来 叫做得失到头接物理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这个人这一辈子混的怎么样 是完全取决于你物理学的如何呀 能理解吧 哎 这是元代的刘志啊 他说的话 哎 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 是吧 那么大家现在就知道我们的物理学的是什么了 接下来的话啊 我们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介绍完了什么是物理 是吧 接下来的话 在这个地方要给大家重申一遍 我们初中物理和高中物理有哪些不同 大家在学习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 哎 首先需要给大家学这个要做一个怎样的准备呢 首先是心理层面的准备 是吧 心理层面的准备有两个方面 首先说一下 我们高中的知识的构建与童话和初中是有本质的不同的 我们在初中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知识的时候 大家的学习模式是什么样的 哎 我说现在比如说我说电 电我们要学电阻 电阻要有电压 要有电流 然后电压电流和电阻之间的关系是ABC给你列几个方程 然后这个方程有一二三三种考法 每种考法给你练三个例题 是不是这样练的 我们初中学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所做的考试题 不可能有超过你所学的知识范畴的内容 这是初中的模式 这和高中是有极大的不同的 首先第一高中的知识的量会比初中翻几倍的增长 然后这个难度也是翻几倍的增长 那么翻了几倍之后 我们就不能按照初中的学习模式去学习了 如果按照初中学习模式学习 就会出现一个很严重的后果 在这地方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有一只小青蛙非常快乐的和一条小鱼在水里面生活 是吧 然后他们在小在水里面生活 就在这个水塘里面 是不是 然后但是大家都知道青蛙是两栖动物 于是他说可以上岸 然后他有一天觉得无聊 说就跟鱼说鱼我走了 然后我要上岸玩一玩 然后鱼说好吧 然后那你去吧 然后把好消息都告诉我哟 然后他就走了 出去之后转了一圈回来了 青蛙就跟鱼说 哇 我终于见识到大全世界 是吧 大全世界我看到什么呢 我看到有一种动物叫做牛 这种动物特别特别的大 然后鱼的脑子中就开始 就开始想问题了 牛是什么样的 牛是什么样的 所以首先牛特别特别的大 牛有一双特别大的眼睛 牛还有一对鸡脚 于是鱼的头脑中就出现了这样一个东西 特别大的眼睛 特别大的鸡脚 是吧 然后说 牛还有四条很细的腿 然后这样一二三四 四条很细的腿 这就是鱼的脑子中想到的牛的形象 那么大家现在也觉得这个事情很可笑 但是你想一下 到了高中 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我只会告诉你这一个知识呢 有特征一 有特征二 有性质一很大 有性质二 四条腿 然后每一样性质 每一样特征给你稍微练一下题 你看他腿是不是细的 是细的 是不是四条 是四条 你看这个东西是不是很大 是很大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是牛吗 不是 那如果你想知道真的牛长什么样怎么办 老师给你讲 永远只能给你这个东西 你要想自己真的学会它是什么 一定得自己亲自的做这个探索的步骤 所以在高中学习的时候 大家不要过分的依赖于老师 而是自己要充分的去多思考 多研究 你去想当时的数学家物理学家是怎么研究这些问题的 他们得到了哪些东西 是吧 然后还有一个心理生命的准备 就是说什么呢 就不要灰心 就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 甚至是什么呢 中考状元在高中的第一个期中考试里面 考不及格的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 是吧 大家谁不是从不及格混过来的 是不是 那么大家要摆正这个心态 也许你在初中是非常优秀的 你可能一直是接近满分的孩子 是吧 就比如说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就是那样的 我就特别特别的骄傲 是吧 我就觉得这无所谓 我想考低级考低级 虽然说考第二和第三难度特别大 你知道吗 因为你要算好别人能考多少分 所以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然后 但是到了高中之后 我一样经历了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一开学我们那个高中特别变态 一上来第一天第一次英语课和语文课干了一个什么事呢 当年当年的高考的语文卷和当年的高考的英语卷 然后两个半小时大家把这个做一下 然后做了之后发现不及格 然后老师也不说什么 然后我们心里也明白差距比较大了 是吧 是差距非常大 然后我看一看周围的其他的同学 都得很高的分 然后我心里一下子刷下就凉了 我就觉得是不是自己真的是很有问题 我就马上的去反思 是不是自己的学习过程中 是不是以前都过于骄傲 只是停留在分数的层面 而没去多思考知识背后的东西 然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反思之后 我就刻苦的学了是吧 刻苦的学了之后 成绩自然的也就跟上了 其实大家在高中 很多同学都会经历这样一个心路的历程 那这个心路历程中 你适应的越快 你适应的越早 你就会赚的越多 你收获的也会越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别灰心 我们这三十四个学习的过程中 更是这样的 是吧 就千万要坚持住 因为这个坚持这个品质 这个不是别人能随随便便交给你的 你一定要自己去磨练 那么心理层面上 主要需要大家准备这么两方面的心理准备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全都是知识层面呢 知识层面上讲 我们在初中研究的绝大多数的物理量 都是没有方向的 而高中研究的物理量 是不是大部分都是史量 史量就叫做有方向的量 史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古代贱的意思 对不对 所以就是表示的是有方向的意思 所以大家要知道啊 到了高中我会研究很多都是叫做史量 数学里面我们把它叫做向量 说白了就是有方向的量 对不对 所以大家要先预习哪块知识啊 向量和史量 这方面的数学知识 一定要预习 好吧 然后除了史量和向量之外 我们还关注什么呢 初中关注比较多的是状态量 而高中关注比较多的是过程量 虽然状态量我们也研究 这状态量和过程量是什么样的东西 什么叫做状态 就比如说你说我现在特别的帅 然后一会儿就说 哇我就很丑 就是但是这个帅和丑本身 是不是在某一时刻我是帅的 某一时刻我是丑的 那么这个帅和丑 是不是就是一个状态量的一个表示 对不对 它是表示的是物体在某一状态是什么样子 那这个我变丑了多少 这个变化量 是不是就是一个过程量 这个变化量必须是经历了一段时间 才会产生的一个变化 那么这种东西我们都把它叫做过程量 凡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 都叫做过程量 那么这些都是我们要研究的东西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水的用力呢 我们也能够帮好 那么这种东西 我们来看看